HELLO,大家好,我是秋天楓爺,那麼今天看到這畫面就知道,我們又要來玩暗影十張啦,這次呢我們一樣是在打大賽,這次呢是之前舉辦過的一個叫做Gems of Fortune的大賽,這個大賽最大的特點呢是這副牌只會提供兩張卡,水晶之鑰和寶石之光,他們的效果都差不多,就只是指定手上一張卡, 把牠消失,然後隨即給你那個職業有的卡片喔,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很靠賽的一個大賽,因為這些牌都是零費,所以我變成說在配合上就會有很多的可玩性,不過老實說白點都是靠賽,也沒有什麼牌組可以介紹,簡單來說就是進去靠賽,然後想盡辦法去贏喔,這次呢我選用的是皇家喔,一方面是任務需求啦,另外一方面是個人覺得皇家,卡片單張都蠻強的,雖然不像巫師跟精靈這樣比較容易配合啦,不過我想皇家, 皇家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喔,所以就用皇家來挑戰看看,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我們這次的大賽對決吧,Let's go,喔,第一戰對上的精靈,精靈其實真心不好打,因為零費的卡片很容易給對方刷卡片使用數喔,那麼我們這裡,我會盡量留水晶之理啦,畢竟紅卡才是正義啊 這個大賽最特別的就是EFA大家會比較多牌用 有老虎有自然也還不錯,還有藥塞都不錯,可是他們都太後期了,老實說,我應該換掉了 啊,對方有獵鷹,前期有牌就會比較難打 自己老實講我有一點貪,我想把這些卡片留到後期喔,後來想想不應該怎麼做,因為我們要盡量的去打前期的牌喔,我覺得我應該去換掉這些後期的牌 畢竟你不知道你後期會發生什麼事情啊,啊,對方的獵鷹出來了,哇,場上就三點傷害了,有點痛 這裡我繼續換,喔,來了武士,這裡我就打武士吧,因為機械刃不是很好 喔,對方有瘋年劑了,這下有點尷尬,因為要進有瘋年劑的話,補牌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這個大賽跟圖片一樣了,蠻吃補牌的,這裡我們就逆境處理一下吧,喔,精華盾牌 好不容易把場面給打回來了喔,哇,等一下,對方竟然有提示他,哇,這下尷尬了 這樣所有進化手牌的牌都會加一加一喔,很尷尬,這很尷尬啊,怎麼打啊這樣 哇,對方的精力與死者都已經變惡惡了,好恐怖啊 這裡我就直接把機械刃給換掉,哇,來了兩張不是很有用啊,我們這裡就打巴巴洛莎 這裡必須結場喔,不結場真的太傷了 然後這裡決定把自來也給換掉,已經自來也真的太後期了,哇,雙刃 這我從剛才開始,我是不是應該都走快攻啊,也不對喔,對方的長攻比我強,有點難 哇,對方啊,馬赫斯,這樣我們就直接被解掉了,尷尬 所以我再換一張,那種可以從牌組拉牌的卡片就算了吧,所以我只能打靜流 只是現在腿勢有點明顯啊,只要我手上的卡片又非常的卡喔,七費也沒什麼牌能用 對方還有寶石手是這樣啦,運氣也太好了吧 哇,還有血緣戰士 只要對方的場面又很難解了 哇,連精靈都是22嗎 好,我們要再賭喔,看可不可以換到低費一點的卡片 嗯,好啦,斯巴達克斯 也沒有其他牌能用了啦,有點慘 哇,對方的輝煌也來了,這很尷尬啊,對方的進化點就非常的足夠啊 哇,寶石精靈 哇,門牙化身跑,好喔 對方,這個陣容也太強了吧 所以,像對方牌運這麼好的很順就真的很強 只有再換,呃,還是沒有,全部很吃配合 尷尬,這次的皇家牌是不是真的很糟糕 好,這一陣打獵龍戰士喔 又是一張輝煌 對方這樣根本打不死啊 我不可能期待對方把手牌給抽完嘛 還有15張欸 哇,賽爾文 被對方爽家啦 哇,地方一波大鋪場 重點是我手上也沒有結場了 手段,這下應該是輸了啦 看可以換到什麼秘轉的卡片吧 結果沒有 我只能靠高文打一下 然後就輸了 連打都打不死啊 那這裡就有遺憾的輸掉了第一場對決喔 唉,運氣真的是太糟糕了 但是沒關係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對決吧 好嘞,第二場我們一樣對上的是精靈喔 唉,有陰影啊 希望這次的手牌會好一些吧 喔 有艾特爾有村 可是艾特爾在這裡沒什麼作用 因為他拉不出牌喔 所以這裡就全換 喔 有小紅帽 有仙杜瑞啦 欸 感覺可以打一個快攻 所以我們就打快攻吧 直接派小紅帽 喔 對方抽到了秘靈守護者 沒關係 這裡我們直接打仙杜瑞啦 然後直接走一點 就不要跟對方客氣 我們再試試看可以拿到什麼牌喔 欸 不是特別好 遠古英雄我們換掉吧 還行 至少是一個前期可以打的牌喔 不過因為仙杜瑞啦 他會跳回來啦 所以這裡是不推薦打任何牌的 這裡我們再換 還行喔 還要烈奧尼打 但是我們要先撐到九匯喔 第三的莉梅格也來了 不過莉梅格應該不太適合吧 好 五費 我們先換牌 好 我們這邊就打雷射武的前身 就看對方要怎麼打啦 哇 對方這波股場有點兇喔 哇 現在有點尷尬 怎麼能解散的嗎 哇 對方這波股場有點兇喔 哇 現在有點尷尬 有什麼能解散的嗎 所以我們只能換牌 先換牌 喔 來了花劍欸 可以啊 先鋪起來喔 因為我們有船長在 說不定船長可以讓我們能夠收對方頭喔 嗯 接下來的進化點是多少會比較尷尬一下 哇 對方來了 可以免費進化妖精的複服 有一點難對付啊 不過原因是對方床長啊 對我們來說算是還不錯 喔 剛好來了將軍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選白鷹將軍 直接做一波補償啦 看看等等船長能不能直接收掉對方 對方的精靈騎士還好只是補償 喔 沒有結場能力嗎 那我們就勝利啦 那我們的船長結束這一回合吧 成功收掉對方了 這一局算是我們運氣比較好 對方雖然也不至於到太差 但是就沒有這麼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場對決吧 好嘞 第三場我們遇上的是巫師喔 巫師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牌組 當然前提是你要運氣夠好啦 比方說你抽到九元什麼的真的很強 喔 有一費欸 賺了 直接派出去了 哇 希望對方的整幅卡片不要很多 哇 三張金 哇 四張 喔 來了二費喔 喔 賺了 直接撲 這裡 因為我是覺得不會打到七費啦 所以我就直接換掉了鐵位戰將 因為這首牌明顯就是叫我打快狗 等等三費四費五費都準備好一點 好 三費直接打露涅斯 其實我不是很想打虐息塵賽啦 因為太容易被人家換掉 因為那時對方已經變進化了 哇 現在我們再試試看喔 我這裡就換掉虐息塵賽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打虐息塵賽不是特別好 岩漿也換吧 因為岩漿有點遲了 哇 變成說我沒有手牌打了 我是不是應該老實打虐息塵賽啊 所以就看對方怎麼接我們吧 哇 火焰連鎖 但相對的來說呢 等等我的女人者大師下去就會相對的安全喔 還可以啦 這裡就是賭女人者大師再加海軍上將的一波巴 就直接走點勝利喔 就看有沒有機會了 哇 對方有眼膽 哇 這尷尬 哇 還加了一個盾 好討厭喔 所以我們只能賭一波換掉SABER 喔 來了老虎 還行 可是士兵的宣言就算了吧 喔 有權力斬結 哇 剛好可以斬到這個場面 轉 那就這麼做吧 所以我們就走點了 只要對方打一張卡片 給我們優里無私打到一點血 我們就可以靠老虎進化收頭喔 喔 對方打阿魯魯麥亞 那我們就勝利啦 因為對方應該是沒有盾 好嘞 成功收頭 果然皇家還是要打快攻適合一下 好 成功贏下第三局啦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對戰吧 好嘞 第四場遇到的是內戰 內戰就真的是看誰比較幸運啊 雖然這整個大賽看起來好像都是看誰比較幸運啊 嗯 等等這也太衰了吧 全部都是寶石嗎 喂喂喂 這有點過分啊 哇 對方真多啊 哇 對方都怕了是不是 慘了 對方的速度比我還快 啊 欸 有欸 水晶資料有 可以可以 喔 有雞豆 有小紅帽 恩 還行 所以我們就放雞豆吧 拿白喔 這樣我們至少還可以解個場 對方來了起手 所以我們就記得打小紅帽吧 然後換牌啊 我希望來一張至少三費吧 欸 有三費 賺啊 還不錯還不錯 哇 對方還有瑞麗之間 有點不好辦 但是沒關係喔 我們這裡就繼續上我們的原意識吧 不然其實也沒卡片 不過現在這幅牌還不錯 因為四費 五費 六費都有牌 應該可以做一波不錯的場面 哇 對方竟然選擇走臉 那我們就爽解一波啦 真的是賭對方沒有逆境處理喔 如果有逆境處理 那我們就很順 但如果對方沒有 那這個場面對方會很頭痛 然後我決定把不屈的士兵換掉 來了馬格洛莉亞 後面來兩張有點糟糕了 可是馬格洛莉亞還不錯 雖然拉不出牌就是了 但是他還有八環 喔 對方選擇不解場欸 那我們賺到啦 我們就直接下馬格洛莉亞 因為下撲克牌會拿不到牌 然後我們直接進化 進白之王 然後全部走臉啦 等等馬格洛莉亞還會buff全場 直接變得超強喔 這場面 喔 哎呀 對方我們是這裡啦 真不行 但對方也是被迫得解場 所以我們也算是好事喔 這裡呢 我們就繼續下我們的海盜船 就堵對方不能解完整個場面啦 靠著馬格洛莉亞的吧 已經對方改不解馬格洛莉亞 那就是我們賺到啦 然後繼續換 看會來什麼 喔 有獵人戰士欸 賺了 哇 竟然有鐵衛戰將 尷尬了 然後這裡不知道出了什麼bug喔 我下獵殺巨人的劍士 竟然沒有破壞到對方的鐵衛戰將 還是他是要指定啦 啊 沒關係 剛好我們來了神術的步伐 那我們就神術一下吧 啊 雖然這裡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人力就看吧 因為對方也只下兩點血了 喔 穿多了手 對方想賭啊 喔 結果賭了馬格洛莉亞 然後對方沒有辦法接場就認輸啦 好 那我們進入最後一場推決吧 Let's go 好 最後一場我們遇上了龍竹喔 龍竹就 嗯 不要給對方跳起來或抽起來都還不錯 好 這些牌子是換了等於沒換 好 這些牌子是換了等於沒換 好 哇 對方直接換了一波牌欸 喔 水晶之藥還蠻多的喔 喔 有衣費 賺啊 不過王城就算啊 這種從牌組拉牌的基本上都沒用 盜賊的奧義應該也是沒什麼用喔 直接換掉吧 好 剛好有1 2 3 4都有 賺 就看對方二費有沒有牌 啊 對方二費有冰龍 沒關係 我們就照打小紅帽 對方應該會解小紅帽吧 喔 對方直接走臉嗎 哇 真大膽欸 我是有資源跟你換啦 我是不怕你的 喔 來了高雲欸 四費還有高雲 所以我們直接拿一個手勢 然後直接走臉 跟魔鬥 喔 對方終於來結場了 對方四費沒牌欸 那我們賺到呢 直接先換牌喔 我這裡就把幾走換掉了 結果賭可以被拿到指揮官喔 這樣我就可以用高雲來降費 好 可以 哇 結果對方要加盧蜜爾欸 但是 對方也不能爽快啦 喔 對方選擇接攻擊力底了 為了保怕加盧蜜爾 所以我們就騎士王的威望 再加刺劍大師了 用刺劍大師結場 我們的高雲繼續走臉 只因一隻能降到老虎 我們都是賺 那老虎現在只有補費 喔 對方打了紫龍 紫龍66 好 對方瘋狂換牌 對方瘋狂換牌 這點我就想賭一把 我就不要解對方的場 我這裡直接打老虎 然後進化直接走臉 賭對方沒有辦法回血 也沒有辦法回血 也沒有辦法加盾 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我們騎士王 威望拿出來那一張騎士 就可以直接走臉 一血 剛好可以帶走對方 然後就看對方 看起來是沒有盾喔 沒有盾阿 就是我們賺到啦 好 對方沒盾 就認輸啦 YES 這把真是賭中了 真是爽 好啦 第五局我們就這樣勝利啦 這一次呢 畢竟是靠賽大賽 講敗點就是靠賽 不過其實你只要發揮出 那個職業的特性 基本上還是有機會贏的喔 像這一次呢 我打下我覺得 盡量讓我們自己的皇家 走一個快攻的路線 是比較好的選擇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先贊告你動動了 我是秋天楓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一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就這樣啦 願大家在這次大賽 都能拿到一個好成績吧 那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 所以平時多服老太太 國馬路很重要啊